三總統你簡單的點評自己以及其他三位候選人的優點 可以跟我們參考一下 謝謝 被在座學生這一問副總統賴琴德如何接招 不方便去點評其他的候選人 我個人到底情況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今天站到大家面前來的原因 要拉近跟年輕人的距離 賴副總統現身陽明交通大學 年輕時代最關心的居住正義跟低薪問題賴清德有備而來 但再多的準備都防止不了對岸出招打壓台灣選舉 民進黨指控中國這回乾脆阻擋台商回台投資 以照張照片 這是9月25到26號有海積會在基門主辦的大陸台商投資台灣考察活動 依照名單來看 到場的應該有多達一百二十一名台商 但到活動當天 卻有十八位台商臨時缺席 傳出被私下要求不能出席的台商則私下表示沒聽說 但海積會事後發布聲明 要求對岸不要動輒為難台商損人不利己 從這裡行間或許可以看出很多事對台商來說都是有苦難言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